來 什麼追行 什麼追傳 爆戰公社 爆你轉 大家好 我是潔玲 大家好 我是小鬥士 潔玲 是 妳沒有聽過公仔嗎 有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談公仔 太好了 因為真的是看得到 買不到 租不到 是不是 到底公仔是不是看得到 吃不到呢 是的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爆戰擂台 今天第一位的來賓 我們歡迎到 台北市時代力量議員林亮君 歡迎 主持人好 歡迎亮君 第二位歡迎的是 投資客超過了一千間 歡迎摔過頭 真的好 真的摔過頭了 好 第三位 我們要歡迎的是房產研究室經理 徐佳馨 徐經理 嗨 歡迎佳馨 歡迎佳馨 其實政府真的為了照顧 我們年輕人 一般人 他做了很多的公仔 但是其實對真的年輕人來講 這是不是真的需要 我們馬上來看一段街頭訪問 有一種爆鑽叫 一致智庫 我的天啊 我看見你 有一種爆鑽叫 投資有數 我是Eric Finman 我是一位最年輕人的 Bitcoin賺的年輕人 但下面這個爆鑽叫 抽到賺到 真的嗎 找房子向在抽樂透 健康公宅 中籤率6% 萬華公宅 5.5% 新天宮公宅 只有1.7% 年輕人有個家 得要靠努力還是拚手氣 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你想抽公宅嗎 平手便宜的管道 弄到房子的話 那還不錯的 其實這個政策是不錯的 因為憲法有說 我們人民有一個居住權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就住在台北 不會 就目前是跟家人住 如果買得起會想要 會啊 一定會啊 但是好像機率滿低的 就是需求的人 比供應的量還要多很多 會… 會啊 會抽抽看 就覺得是個機會吧 對啊 我覺得如果有那個政策 我也會考慮 會啊 前陣子就有考慮過 因為很便宜 然後它的設施設備也不錯 現在有很多社會住宅都改得非常漂亮 跟豪宅沒兩樣 看了真的會很心動想要住進去 有啊 你看剛剛我們那個 不是街頭房那些 都很漂亮啊 蓋得很美對不對 可是聽說呢 就是我們這個台中啊 它也有一個這樣子很棒的案子 很大的案子 但卻莫名其妙說就停了 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開一段專訪 請按鈕 歡天喜地舉行善良大典 這是前台中市長林佳龍任內 推出的社會住宅 但一樣是社宅用地 位於被吞太原斷 卻被立委洪慈雄爆料 社會宅和他不蓋了 土地已經進行公開錶售 到底是要選擇一個 對年輕人有益的一個 社會住宅政策 還是你希望去土地建商 來賣地炒房呢 洪慈雄質疑 太原斷是精華地帶 周遭還有建商刑案 質疑是否衍生賣地炒房的疑慮 有些對的事情 被說成是錯的 沒有所謂太原斷停止的問題 是調整的問題 台中市府出面反駁 原本規劃在被吞太原斷的 四百五十戶社會宅 經過評估會調整到 西屯區古安斷 第一起五百戶明年發包 太原斷的土地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坪 則公開飆售 地價三十四點一億 在我右手邊的 就是即將被台中市政府 拋售出去的 被吞社會住宅預定地 只是環顧這四週有不少的建案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這塊北屯區太原斷社會住宅基地 周圍不只有藝文中心 國軍803總醫院 還有科技大學和國小生活機能良好 甚至立委洪慈庸加碼爆料 社會住宅基地的前方和右側 都是同一間建設公司的建案社區 就連左側也是同一家建設公司 正在興建的建案 立委質疑 難道售出社會住宅用地 另有打算 第34.1的底價開始來標 這個有金額嗎 算便宜 這一兩年地價也漲得滿多的 大概漲至少三成以上 因為附近應該要漲到 四十幾萬到五十幾萬 都有在成交 房屋仲介說 原本北屯區太原段 周圍地價大約在每坪 四十萬到五十萬元 這回市府23號開標 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坪土地 底價三十四點一億元 換算下來 每坪價格約三十點一萬元 比市售行情低了將近十萬元 房仲說 如果把土地售處開發 對於周邊發展 甚至房市行情一定有加分 不過台中空屋率上來名列前茅 將只圖不賣的社會住宅 規劃引走 用地讓建商才很取得 房價還是會再堆疊上去 這塊用地周遭 全是同一建商的推案包圍 未來難說由誰得標 但肯定不會是 埋不起皇宅的年輕人 這樣很可惜 明明就是想要照顧年輕人 結果卻就這樣卡掉了 亮君 你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講嗎 其實剛剛影片中所提到的 台中的這個用地 其實洪慈勇委員 對於這個用地的狀況 其實一直以來都非常關心 但沒有想到說 既然新的市長上任之後 就要把這塊地做拋售 因為公宅是只租不賣 對啊 對 如果他賣出去的話 或許建商拿來 他就是拿來賣掉 他就拿來蓋房子 賣房子 這怎麼樣能夠說 達到公共住宅能夠減輕 就是大家現在想要租房子 想要有家住的壓力 實際上他就沒有辦到 所以台中這個狀況 其實我是覺得還滿 還滿訝異的 就是整個都市 然後大到整個台灣 其實大家都一直在講說 房子租不到 租金太高 所以才會說要不斷地 蓋公共住宅 然後政府的介入 能夠讓年輕人 然後讓租金能夠去抑制房價 是 結果沒有想到台中市政府 是這樣子的做決定 這個地其實真的是 各個縣市政府都很困擾 那既然都沒有地 結果沒有想到台中市政府 還把地賣掉了 那我就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非常困惑 我也覺得說 既然在這個住宅政策之下 我們是希望能夠抑制房價 然後再來就是提高租屋率的話 那我不懂台中市政府 這樣子的作為到底是為了什麼 到底是想要幫誰 想要土利誰 所以我們就要看看 想要土利誰 問旁邊的投資 何帥或何帥哥囉 因為對於投資來說 應該是會覺得政府賣地 會比較好 因為可以創造更多的營收 對嗎 對 那個我們台中前前市長 非常偉大 單年一到單年十三 第一期到第十四期 這已經是二十七個 還有像五四重畫機 各種重畫機 有明目的五十幾個 是 把那些現有的開發機 把它蓋好房子 每一個人身份證簽進去 就送你兩千 房子都有剩 有剩的話 當然你租沒有問題 在租已經顯然可以過剩的情況之下 政府要去做一個出租的國宅 然後再跟民間拼多餘的市場 然後民間 然後蓋出來的出租國宅 到時候會沒有人租 因為台中的房地產顯然會過剩 所以台中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換計畫說 政府應該趕快賣給建商 趕快拿現金 趕快解套 我要是有台中房子 我照樣賣 我照樣跟台中市長批批看 誰先趕快賣掉 可是台中房價明明很高 就是年輕人就買不起了 就是 你要注意它後面的重畫區 五十幾期還沒蓋完 因為台中本來 台中縣市本來是一個鄉下的地方 台中市也有鄉下的地方 那我們的市長很不得了 你把台中市放開來 七分之一都是重畫區 好大一個地區 七分之一都 那個以後都是從農地 要蓋成一千戶一千戶 所以以後一定會過剩 我跟你掛保證一定會過剩 不是現在 所以你要蓋一個 你現在台中市民是出不到房子嗎 你要蓋一個租的給他嗎 不對 他現在沒有人在講說 我要租房子 我要跟那個 我要跟那個 中低收入戶住在一起 那是一個光榮感 因為出租國宅 有百分之三十是低收入戶 我很喜歡跟低收入戶住在一起 我終於抽籤到了 親愛的我們結婚吧 哪有可能 我就想亮君你怎麼忍得住 對 我忍不住我最後剛按鈴 就是說 政府存在的目的 本來就不是為了賺錢 所以說 我們希望的是怎麼樣能夠把這個 房價然後跟房屋釋出 然後給更多的人能夠租得起 住得起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是剛剛 摔過頭大哥有講到說這個 30%的必須要給特殊戶 中低收入戶 這個是法規規定的 這個不是說 這個不是說 30%我就要跟這些人住 而是這個就是法規規定的 為什麼會這樣規定 某種程度上就是 我們也希望保障這些 若是族群 對 我們希望照顧到 這是一個福利 所以法規才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規劃 所以今天要講說 誰要跟30%的 中低收入戶住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說法其實 長期以來都有點污名化 這個社會住宅跟公共住宅 大家只要一想到說社會住宅 或公共住宅要蓋在 我家旁邊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這樣的疑慮 就說那是不是會有這個 特殊身分的人 那來 那我覺得其實呢 對 其實這個完全是一個污名化 對啊 我覺得像剛剛就是 我必須先解釋一下 你現在房子蓋起來 漂漂亮亮的 你並沒有感覺到 現在大家都在抽籤 旺華的捷運站 或者台北 福州 那個捷運站 福州大家都拼命的抽籤 那我們就想以前的國宅 現在的社會住宅 就是以前的國宅 是 國宅的時候 木柵有一個安坑國宅 那是標準的平民窟 你根本就不想經過 還有一個南州國宅 一半是出售 一半是出租 是 那個以前你要抓土品 就在那邊抓就好了 街頭巷尾 它這個巷子旁邊就有這個 丟個那個針筒 真的 所以那個地方變成了一個 標準的平民窟 一個很簡單嘛 我 因為我中地受辱 當我三四三五個月 腳步起皇宿的時候 我就拜託一眼或什麼 所以那一些人一直都留存下來 然後像我這麼高水準的 本來有抽到 我最後也搬走了 我實在不願意住那裡 所以它不是三十八 越來越高 好 一 二 三 一起按 兩位都想按了 對 我先來 我先來 因為那個 就我們領了通告費 不能不講話 好 那其實我這樣說幾個事 我覺得台灣早期的社會住宅 是把自己做壞掉 是 那做壞掉的原因 就像剛剛帥大哥講 就是說確實可能在 這種所謂的規劃上面 然後身分上面 它早期的這個部分是有問題的 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那時候是住在 就是文山區的那個公宅裡面 他跟我說 他說真的很恐怖 你能夠想要在家裡頭 你要鎖門 因為你在家裡頭 你會很擔心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鄰居會進來 然後他們說公共空間的燈泡 永遠都是暗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裝了新的 就會被鄰居拆走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是因為早期的這個狀況是這樣子 那到後來來說的話 其實這一波的一個 社會住宅的一個推動的時候 有很多記者來問我 然後問說會不會住進 這種比較特殊的族群 或什麼什麼一類的 我們自己的觀察是說 其實它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最大的差別是租金 現在的租金其實是高過於 以前那些所謂我們這樣講說 說是平民窟那樣子的租金 像我們朋友 他們那時候住的那個公宅 他一個月租金也 我印象中好像就是千把塊而已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 很低的一個租金 但是它很低的租金 換來就是它整個居住品質 是很爛的居住品質 他說那個糞管會通過 那個叫做廚房上面 然後糞管破了之後 社會局沒有預算可以修 所以就會讓它的一個 整個居住的一個狀況 變得比較不好 當然現在的一個 所謂政府推動的一個公宅 的一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它是透過這種一個是新 我們剛剛有聊到說 我可能新建的這個狀況 是比較好的 第二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有這種所謂的 租金的一個門檻 當然還有像剛剛帥大哥 有提到就是說 它雖然有所謂的一些 所謂的保留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 對 三十%這樣子的一個互別 但是他們之後會去做 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這邊的話我覺得是地方政府 它自己有責任要去做管理 因為我一直跟社會局講 我說其實我這樣講 是有點可能會挨罵 但是我覺得 社會資源要照顧可憐的人 不是照顧可惡的人 公共住宅現在 現在的這些設備 其實跟過去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了 當時的整個規劃 不是說我今天只是要蓋房子 然後租出去而已 是還要提供住宅品質 而且還要提供好的住宅品質 對啊 這就是政府 照顧大家的一種心理一種感覺 而且我很難想像 像剛剛佳麗姐講說 現在就是可能會這樣 我真的拜託一件事情 政府不要再照顧老百姓了 那去年六月二十四號推出的 朱振華讓全國的房租增加10% 為什麼 朱振華規定 我都可以報復口進去 從此以後黃中不敢逃漏稅 黃中不敢逃漏稅的時候 他要繳稅 房屋稅 地下稅都增加 以後賣的時候 那個土地的公告限制也增 那個土增稅也增加 現在所得也要繳稅 所以他都漲10% 所以你現在照顧老百姓 那個黃中很可惡 所以我要照顧黃客 然後結果你又一報稅 所以最近的黃豬漲10% 這兩年就是為了朱振華 政府照顧到哪裡 死到哪裡 社會自然有一個調節的機制 不要再講照顧了 不要再高社會住宅了 不要再把窮人集中在一起了 這個事情因為我參與政策演繹 是 對 我參與政策演繹 老實說我們事實上在 整個公共政策的一個規劃上面 其實在租金的這一塊 它事實上是有南北落差 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就是說反映在租金的部分 其實大概 我們從這10年的 內政部租金指數 其實這10年都是往上走的 並不只是說是這兩年的狀態 亮君我想再問你 就是像剛剛合宜宅是可以買賣的 我們回到像我們剛剛那個公宅 對 像剛剛有講到說它租金 因為我記得我們在節目前 我跟帥哥哥有聊了一下 他說其實公宅的租金是貴的 真的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市的社會住宅 現在的租金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房價最低跟房價最高 就是租金的部分 我們看到租金其實最低的部分 是在興隆公宅 興隆公宅 你看這個 其實它的租金是來到7100元 它是套房一房的 它基本上是12坪 現在7100元 在我自己的選區中山區 就是這大概只能租到8坪 還是7坪吧 還不錯 租金還更小 我們來看到 如果租金最高的狀況 在目前的社會住宅的話 在目前的公共住宅 是在台北潮站 因為它是捷運連拍宅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很好 然後再加上有捷運等等的 社會生活機能很好 所以在台北潮站的話 你可以看到兩房的話 是來到了28400元 但是兩房它是31到34坪 這個坪數其實 其實還滿大的 所以說其實這個租金 它其實也已經是當地行情的 將近8折到64折左右了 所以其實租金也不貴了 就會說相較於現在市面上的行情 再來就是大家就會講說 到底租金聽起來 如果有低於行情的話 那到底中籤率怎麼樣 就會說 對啊 不是說很難抽嗎 對啊 就說大家是不是很難抽 很難抽 我們就可以看到 最搶手的 在台北市最搶手的狀況 最搶手是哪一個部分呢 最搶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最搶手的公仔是在 成天公站 因為它的地段相較於台北橋站 又更好了 它在中山區 它的中籤率其實才1.7% 所以真的是超難 可是大家都想去 而且那個大樓真的超新超漂亮的 然後再來 最冷門的話 最冷門我們看一下 最冷門的話是錦雯 它的空污率是最高的 錦雯它在 對 它在雯山區它是60% 到了周美 周美是空污數最多的 有46戶 我來講一下錦雯 錦雯其實這個是在 好市長那個時候 就已經進來的 所以它是比較早期的 這個公共住宅 再來周美 周美這個我要提到的 周美的狀況比較特殊 周美其實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有提到說曾經 就是這個地方 是有要給金帳人士 就是對 金帳人士入住 所以就變成說 造成大家會對於居住的環境 跟品質有疑慮 所以在周美的部分 空污數是最多的 那主要呢 我覺得還是回歸到說 大家對於這個 公共住宅的居住品質 但我剛剛已經一再提到了 這裡面提供非常多的社會機能 那我覺得不應該再去 污名化公宅 然後或者是把它說成以前的國宅 那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了 最冷門的是那個 小碧潭站的中央新村的 那一個美和寺 美和寺它的兩王跟三王 出租了一年多才租掉 是 那租租了一年多之後 它的套王連一間都沒有租掉 為什麼 因為它高於市價 高於市價 對 因為政府的規定是 地價加上造價的3% 是 3%我們打85折 就市價的2.55 那我們投資客是為了賺房價差 所以我們租出去的時候 都市價的1.5 政府在租2.55% 我們投資客不在乎租金 有租就好 1.5% 在我們租那麼便宜的情況之下 你也進來要搶這個市場 要照顧 要照顧老百姓 我一杯水再賣10塊 你政府要照顧老百姓再賣15塊 難怪一年多 那個套王也完全沒有人租掉 我再告訴你 那個美和寺蓋好多少年了 七八年了 終於它的2樓到5樓 今年的5月15號 他去也進出 還排隊排好場 我家就在附近 他現在又沒人了 我是覺得那個怎麼講 這個是一個 國家照顧人民該做的事情 你說照顧哪邊 我覺得台灣都還在學習 你說誰對誰不對 那很難說 我們投資客這兩三年 為了照顧老百姓 我們投資客每一個人 一千王子都虧了一百多萬 這還不算照顧嗎 那你應該成立基金會 成立基金會照顧 這樣子大家會記得 帥過頭的好處 對 然後房租還比社會住宅的 租金還低的話 我覺得就真的活性來著 都是騙人來用的 你就是照市場規定 市場的機制就 不要給建商 建商去蓋 有辦法嚎的人就去嚎 隨便你到最後 市場機制會反映出來 沒有啦 市場機制 現在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狀況 就是為什麼台灣現在就是 M型社會非常嚴重 所以有辦法買豪宅的人 還是繼續買豪宅 年輕人現在一輩子 根本不敢做夢 自己會有一間房子 年輕人你要是買不起 你要是買不起王子 是你爸爸不孝順對不起你 假設你現在不買王子 你三十年後你兒子會抱怨你 你是一個不孝順的霧宅 沒有 真的 買不起王子怪你爸爸 沒有… 你喜歡嗎爸爸買給你 帥哥火大哥這樣子說真的是 真的是米湯 我要講 就是說年輕人現在 現在除了如果家裡 現在有房子的 他最多就是接下他們家的房子 如果沒有房子的 他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的薪水都賺不到台北市 一間房子的錢 他所有的在 可能他這一輩子就完全只能租房子 真的 趕快買一千房子 你要當務一代 你爸爸 你兒子才可以當務要代 現在在台北市 在台北市至少我所知道的 勞動局最新的數據是大學畢業 是三萬一千元的月薪 到了像我這樣子 我的同學們 就三十歲的這個階段的話 大概是來到四 五萬的月薪 在台北市租房子 我們先不要講說能不能抽到 青年住宅或公共住宅 在台北市租房子 我剛剛講到了 在我們中山區 如果你要租到八坪的話 八坪可能都已經要來到 一萬三到一萬四千 這麼多 其實根據統計 大部分的年輕人 其實有將近三十%的薪水 都是拿來付房租 剩下來七十% 他還要有生活開銷 我還要有基本儲蓄 儲蓄一個月五萬 我們講說五萬塊的薪水 能不能送老千都是問題 到底能夠存多少錢 然後才能存到房子的頭期款 然後還要再去買房 這怎麼可能 然後再加上投資客 又一直不斷地進來 所以我才說要講 把這件事情怪到說 叫爸爸買給你什麼 但我覺得這都是不對的 我覺得這個想法 真的太讓我覺得真的是米湯 嚇死我了 不…我這樣說好了 就是說其實這幾年 政府在新建合宜助長 我們在稍微聊過的 是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確實像剛剛亮君議員有講到的 因為你的所得第一 你的可以運用的一個金額 相對比較少 所以其實你會沒有辦法儲蓄 它會牽涉到 你沒有辦法儲蓄這件事情 所以就會發生 帥大哥這種說的就是 你人生不要拚 人生最主要就是 第一拚就是要拚投胎 的這個狀態 所以你如果從這樣一個 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 對於政府而言 它會只有兩個部分 它會這樣考量兩個部分 當然第一個是選票 然後第二個來說的話 你確實就是說 如果以一個國家的穩定度來說 你的中產階級的比例越高 你的國家穩定度越高 所以如果說讓它的一個 所謂財富呈現一個 M型化的一個分化的時候 其實對於一個 你如果從社會學的概念來說的話 它對於政治的證據 是相對比較不穩定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社會宅這件事情 雖然說政府也 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條件也好 門檻也好 就是希望能夠照顧到 該照顧的人 是 然後不要讓 可能有心想染指的人來攔指 對 但是聽說 結果還真的是 還有人被攔指 是 到底什麼狀況呢 我們進我們的搜查線 幽靜的環境搭配各種器材設施 這是新北板橋的福州合宜宅 過去可是超強手 一屋難求 你有錢也未必買得到 這是大商房的房間 板橋合宜宅 原本是要照顧無殼蝸牛 讓他們買得起 但就怕炒房 因此規定十年內不得轉賣 但是卻有人想高價拋售 起跳價直接跪了七成 散消息曝光後 就趕快下掉出售業面 但也看到了 投資客賺價差的野心 不只這樣 還出現了好幾個法拍個案 一次有民眾 利用法拍方式轉手 成功鑽了大漏洞 利用不點交的漏洞的方式 可以順利 目標人可以順利買到這個房子 然後又不會被其他人搶走 這一塊 目前只有法拍 可以做一個移轉的 順利移轉的動作 從去年開始 板橋福州合宜宅 就靠法拍成功移轉破解靜賣期 不少案例都在二三拍的時候 由債權人或自然人 以每瓶二十一萬左右的價格標下 甚至今年五月 在二十樓戶還有一個案例 底價一千五百二十五萬 罕見的在一拍就被標下 比屋主當初入手時 整整多了五百七十一萬 比如說抵押權的一個設定 或者是說用租約的一個綁定 來避免移轉到其他外部的一個人士 合宜住宅它的一個價差 是跟市價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所以在有利可圖的狀況之下 就會有很多的業主去投標 不只板橋 林口A7的合宜宅 均價一字頭 竟售期五年 已經進入倒數兩年 轉售獲利空間 市場預估至少百分之十五起跳 甚至超過五成 成為名副其實的樂透宅 更有不少投資客早就瞄準卡位 平均的重簽率大概約末是 兩成上下 對 大概可能是十七至十八 它可以利用 我們提前先簽一個私契 那我就先把錢過給你 你房子就提前給我用 等到時間五年到了之後 我們再辦過戶 這個人好 這個人好 民眾大排長榮 一一簽名登記等看屋 這是公宅剛開放的盛況 想要入住要靠運氣 但也有人投吃步 申請人戶籍地分戶 這樣就能擁有抽籤資格 透過一戶把它分成多人 來去做一個抽籤 然後當然比例會比較高 能夠抽中 那當然對於抽中戶來說的話 有些人會把哈遠 抽中的這個標的 拿去做另外的一個出租 去賺取這個中間的利潤 政府美意成了投資客 狙擊狩獵的好戰場 沒有配套防堵漏洞 恐怕這無殼蝸牛 還是滿街跑 太厲害了耶 我覺得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寒暗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鑽漏洞呢 沒有 就是我其實 沒有啦 就覺得說真的本來就是 它那個本來是個美意 可是我只能說 我很佩服投資客啦 你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就比較沒有那個資料 這個國宅這個法拍的方法 三十幾年前都這樣 我們周中間就這樣買賣了 是 還有金宅也是這樣買賣 是 還有金建惠在敦北崔岩 在敦華北路 那個房子一交屋 我們就這樣划拍了 我覺得投資客真的很厲害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專業地方 然後可以賺錢 但是老實說我就是 他剛剛罵的那些沒有錢的年輕人 其實我也覺得滿生氣 我也是 剛剛那樣子講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是想要努力的賺錢 然後就是完成自己 想去一個家 生命中有買一個家 靠自己實力賺到 可是真的是看房子的時候 看了好多間 我大概 因為我買了一間 現在想要買第二間 我至少看了五十間起跳 然後每一間都是投資客 然後他也不給你砍 就是你可能跟他砍 沒有砍多少 因為可能他付兩個車位 我說我可以只要一個 可不可以你就是給我一個 然後算我便宜一點 他就是會以一種 如果你現在沒錢的話 你再等嘛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只是想要完成 我生命中的一個小小的夢想 可以跟爸媽住在一起 可是你為什麼要以一種 就是我會覺得我沒有仇富 可是你好像讓我覺得 你很壞 對 真的很壞 帥拉哥他不是講你 我不是你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知道你們有你們的 對 可是就是 怪 我不會賺錢 我先走了 沒事 來… 你想想看 就是有人要買第二間 還在罵我們投資客不好 剛才他是要買第二間 我們要買第二間 就是為了讓爸媽開心 住一起 我就沒有那個爸爸 買給你的爸爸 那我都怪我爸爸不孝順 因為我爸爸沒有買房子給我 我今天不買不行 我今天不買 我不當戶一戴 我女兒怎麼當戶二戴呢 我不會自己想 我也要幫我女兒想 這個點我必須說你很棒 就後面那一段 我們聽亮君講 好 那我天啊 這個富二代這件事情 我一直講說 如果說大家說要把房子 留給年輕人 如果假設美意真的是這樣 我的假設如果投資客 真的是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那為什麼現在空屋率這麼高 對啊 對啊 那就表示說 投資客買的這些房子 它並沒有真的釋出嘛 那它只是拿來 譬如說就是做它的資產 就是它投資的一種 那儲蓄的一種 可是你說要留給年輕人 根本就沒有 那空屋率這麼高 那怎麼會有說 講說要留給年輕人什麼 如果投資客買了一千間 那我也不想 他有這麼多小孩 一千個小朋友還是怎麼樣 很難講搞不好帥大哥 他有一千 我的意思是說 當大家就是投資客 在炒房的時候 然後又講到說 這個我們要先做富一代 然後才有辦法讓小孩有富二代 然後就富二代 然後就有房子可以住 那這個邏輯超奇怪的啊 那你投資了這麼多 可是空屋率又這麼高 這代表沒有釋出嘛 連續12個月都空屋的 在台北市你知道有多少嗎 有八萬多戶 八萬戶 那八萬多戶呢 一年耶 對 那連續12個月都是空屋 八萬多戶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空屋率就真的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說 想要把這些房子釋出 然後希望說能夠轉做 就是有可能是做社會住宅 當然就要很大局 但這個就不可能嘛 因為投資客就很不想做這件事 就是沒有誘因 政府你要怎麼樣能夠叫私人 去把自己的投資的房子 然後拿出來做社會住宅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還是回歸到說 政府就是要蓋公宅 要蓋社會住宅 那這些住宅就是只租不賣 那這個才是一個政府 應該做的事情 照顧人民做的事情 所以我對於剛剛說過 大哥那個說法 真的還是覺得 投資客的這個世界觀 跟我們不太一樣 綠色的綠牛 是綠牛 當初我在收的時候 就是百塊台幣 現在呢 然後現在就是得兩千塊 太厲害了 沒有 不過覺得帥大哥 他有個觀念是認同的 就是他鼓勵我們 他其實說 就期待我們能夠 他如果刺激我們 要努力去賺錢 努力賺錢 好不好是不是 對 無話可說 繼續努力賺錢 拜拜 好不好 但是要怎麼賺錢呢 接下來就看我們的爆炸神器啦 馬上看一下 今天的爆炸神器是什麼呢 就是最小的發財車 發財車 最小的發財車 對 不知道你的小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玩具 我們今天特別的邀請到了 TOMICA的小卡車 它算小卡車嗎 小車 小車 對的收藏家 歡迎柯大東 歡迎大東哥 來到這個 來這邊請 現在桌面上的呢 都是他帶來的 是 我本身看到覺得滿興奮的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有收藏 你也有 對 這台是我的啦 你的發財車 這台是我的發財車 而且其實我會蒐集 TOMICA的這個車子啊 其實不是因為小車子 是因為外面這台大車子 看起來很可愛 對 我是因為它看起來很可愛 然後我就開始買它 買它之後就發現裡面 應該要放一些小車 因為就放了之後 你會覺得非常的療癒 療癒 對 然後它這個小卡車很可愛 它做得跟真的一樣 你看 如果我把隨便一台這樣拿出來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這樣子丟上去 所以你晚上在家就自己這樣玩 對 是不是跟我本人有點不太像 對 可是我覺得太可愛了 所以我自己也收藏了大概一兩百台 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你就 大龍哥 來 想想 兩萬台了 我想 收藏 收藏是這樣子啦 收藏就是自己 當然就是自己快樂 是 對 喜歡 開心 對 然後當然就是喜歡的 才會讓它固熟 對 那數量當然就不用去想那麼多 不行 我想知道 對 你大概收藏多少台 我差不多收藏十 十二年吧 十二年 對 那 我們聊十萬台我嚇得到 差不多有一萬多台 也是很厲害 一萬多台 是 我幫佳馨姐問一個問題 她說你老婆不會生氣嗎 對 我還滿好奇的 因為一萬多台應該很沾空間吧 所以基本上是租了一個倉庫 是 一個倉庫 是 一個倉庫 就自己放自己送那種地方 然後下班就是 下班就把自己關在倉庫裡 就是療癒的地方 對 對 如果你很喜歡它 你會覺得好像回到家 是 真的 因為除了自己收 我當然還會自己去所謂的改裝 是 你還會改裝 所以你今天可能有帶基本款 然後也有帶改裝過後 是 等一下會來分享 那我想問一下大方哥就是 那 其實說真的我也有買 我兒子他就是 但是沒有像你這麼厲害 沒有 對 但是像這種車是會增值嗎 會賺錢嗎 這一款 這一款 綠色的 是 綠色的綠牛 是綠牛 當初我在收的時候 就是通常 那時候就是差不多一百塊台幣 一百塊 一百塊 對 因為那時候的 這個小車的價格 就是那個價格 對 對… 那因為隨著這個時間 可能過了好幾年 那大家 這個會絕版 對 這台綠色的 是不是這台轉盤上面的 對… 我剛剛有提過說 它之前是買一百塊 對…現在呢 對 現在就是 大家知道價格差不多是兩千塊 那厲害 一百塊就是兩千塊 對…所以當時你如果 買了很多 你在… 可是那時候是純粹 就只有收而已 不會去想到說 所謂的爭不爭執 那我很好奇問一下 是 這一台兩千 那這個好歹有一千吧 其實它的規格很大 規格很大 對…這一台 現在可能只有 頂多三百多塊而已 而且我看到你前面這邊 是 這個是… 很懷舊耶 這個是… 前面這一台 其實就是小車當初 1970年初的 它一開始那個年代嗎 對 車款 1970年 對啊 所以你看到現在已經 差不多將近有的四五十年 對 所以這都是日本製的 日本製的小… 它已經… 已經不會再上餐了嘛 所以相對的… 對 相對的就比較稀有 所以… 價錢簡單 價錢當然都有的 已經都好幾千了 但是大東哥 你從什麼時候 開始收幾歲的時候 我是小時候 其實… 這是我小時候玩的 這是你第一台嗎 不是 對 應該是 所以流到… 真的是你小時候玩的 你看現在已經… 已經… 沒有 已經做成這樣 你還能按洗的啊 因為現在也… 其實還有再看一下 這邊其實是新的 對耶 顏色上還是有落差 對… 其實就是… 你可以看到一個玩過了 是… 然後一個就是比較新的 好 那我好奇了 你看 就是你看到這邊 其實這是兩個世界 是 你看到這邊 這都是原廠出的 但這邊就是這些小車 是哪裡買的 這當然不是嘛 這當然就是都是我改的 所以你自己改的 你改裝 對… 上面的小瓦斯是你自己做的 對 就是現在都有 所謂的3D列印嘛 對 所以我們就是會用3D在上面 就畫好之後 再把它打印出來 車體呢 車體再去用 TOMICA的小車去 用原本小車去 去把它改裝 是 對… 對啊 我剛剛就在想說 是 那個還有一個檳榔 那個檳榔是 對… 這議員應該很有感覺 對… 對 你在選舉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借這一台 真的耶 這個檳榔車很可愛耶 這也是你自己改裝的 對 這個就是房間有一些 檳榔當然不是自己做的 是那個鑰匙圈 你要把它擠下來 對 然後車體就是自己 再把它做所謂的設計圖狀 是… 好可愛 上面寫台灣檳榔 有剛才… 應該幫他做一個辣妹 然後沾在上面這樣 剛剛有提到是說 有一個故事就是 最小的這個… 這個法財車 對 做得很真耶 那上面的字 是你怎麼弄上去 這麼小的 這個是我用自己的繪圖軟體 然後再把它所謂的用 我們有一個技術叫水貼 水貼 對… 再把它整個包住起來 那你為什麼要想要做這一台 這一台其實滿有 其實這一台是所謂的叫 我之前幫一個委託者 是 他父親 年輕的時候開了一間這個電池 電池 對 那他在他父親要生日的時候 他想說要給他父親一個紀念 所以他就沒有給我說 可不可以請我委託他幫忙做一台 還有笑心喔 那他就是傳一張照片而已 就是小時候 是… 他父親站在這一台車的旁邊 是… 那這台車我發現非常非常小 是… 其實這台車不像現在的那麼大台 很舊款的 舊款其實很小台 然後後來又買到… 我後來又去找到 這是…這一台是他原來 原來的樣子 對 他坐著…不是坐著 那個… 委託者他就寄了一台車車給我 那我就把這一台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因為要有一個完整的包裝 我就連這個都連… 連盒子都做了 連盒子我都… 你好厲害喔 都一起做下去 你這真的很甘心耶 可是對他來講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一個紀念的意義 沒有錯 是… 郭忠祐也算過你收藏這麼多東西 是… 可以買幾間房子嗎 幾間房子 剛才那個住宅的問題 剛剛… 我們還是要買小車好了 對 我們還是買小車比較快的一些 你有算過花多少錢 當然我剛才有提過就是說 就不算好了 對 因為這個純粹就是 線下之餘的一個餘的 所以其實不會去想到那麼多 對… 看起來應該是爸爸買給你 不然就自己做 是 好不好 沒關係 這個 不管怎麼樣 就是想辦法努力賺錢 因為賺錢之餘也要顧飽肚子 是 接下來進我們的爆鑽食堂 我說杰琳 我們今天不是討論很多公宅的議題嗎 對啊 我們今天食堂的議題 也跟公宅有關係 怎麼可能 你知道台灣最早的公宅是什麼嗎 國宅嗎 我聽過爸媽說之後 聽過抽國宅但是… 對…那個其實 那個已經比較後來的 其實更之前的叫眷村 眷村 你剛剛有聽過吧 眷村 就是你那個年代的 你從那個年代還長大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我還真的跟眷村小孩打過架 好不好 眷村小孩很兇 真的喔 沒有 主要是因為他們很團結 但是我們也不可以輸 所以你就打起來 看看誰比較團結是嗎 沒有 其實年輕嘛 大家懂事不懂事 年輕是不是 可是我必須說眷村真的 其實眷村它是當年 當年國民政府他們轉進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是有120萬人 就是120萬人一起來台灣 他們就分散在台灣很多地方 各地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眷村就是為了 就是讓他們一個家 對 所以就是政府蓋房子給他們住這樣子 對… OK 我覺得眷村 但說真的眷村就是 除了就是 大家不是好事情喔 大家乖 除了大家之外 它的東西很好吃 真的 眷村菜很好吃 但是在進眷村菜 讓大家吃好料之前 要先烤點試 還要再烤試 總之要烤點試 才能有付出 有收穫嘛 好的… 來…這邊 檯面上看到了 總共有六道菜 但是不是中國大陸傳來的菜 包括了川味牛肉麵 福州乾麵 蒙古烤肉 左中堂雞蒼蠅頭 跟回鍋肉 好不好 今天我們稍微嚴格一點 答對的餐吃 你亂講 算我每一次都答對 然後每次都大家一起吃 我已經沒有這種參與 感覺到快樂優勝的感覺 好 沒關係 大家猜猜看好不好 我們可以請我們來賓 一起來猜猜看 我們找一個年紀最接近來回答 我想就是摔過頭 摔大哥了 蒙古烤肉 台灣的 亮君覺得呢 我覺得牛肉麵吧 牛肉麵 感覺就是 就是台灣 就是在台灣的老兵 好像也只有在台灣才吃到牛肉麵 好像不是中國大陸傳過來 對 對 我覺得只要掛上一個名字的 通常都 掛上一個地名的通常都不是那個 的東西 經驗談 對啊 比如說像牛肉麵 我知道像剛剛亮君講 那個牛肉麵的事情 是很多老兵他來台灣賣 賣煮牛肉麵賣那個 那個蒙古烤肉我也確定不是 結果兩個都被人家回答中了 所以我猜福州乾麵不是 福州乾麵也不是 聽起來很在地 對啊 這種就是我 就我個人一直認為 加了地名的東西 通常一般都不是 接妳呢 我很餓 好 過關 不知道回答哪一個 好 我們要直接看到底是 來… 各個發明的地方在哪裡 燈燈燈燈 全… 福州乾麵也在台灣 為福州是在那個耶 在呢 好意外喔 好不好 真的 我以為祖宗堂基石耶 堂基 對 因為其實你去川菜館 這兩道地點 對 而且它都就是川菜啊 我們從小時候講 一個川菜啊 這個是那個 彭源的那個創辦人 彭長櫃 掌櫃 對 然後當初呢 他宴請呢 就是那個外賓高級將領 然後因為當初那也是那個 台灣的高級將領一起吃 然後就發明這道菜 然後問他說這個菜名是什麼 他想說到處都是將軍嘛 他就取名就說 這叫左宗堂基 因為左宗堂是他同鄉 所以呢 其實呢 我覺得很多的好味道啊 其實像這邊 它都是從你的靈魂裡面 以前的那個感覺 然後延伸出來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一段呢 你的SOT 就是告訴你 到底這個眷村會有多好吃 好吃到連大名廳都來吃 瓜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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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發穿著黑色高領上衣 剛用完餐才走出餐廳 就開心的跟大家揮手 跑步 今天想那個楊明勝跑了 下學級要跑 很漂亮、很舒服 再見 不談菜 談的是最愛的跑步 原來來台灣第三天 他帶著老婆跟劇組人員 來到了米其林名廚江振成的LOW 號稱全台灣最南京的餐廳 吃午餐 而發哥多次來台灣 早就是老套 前一天吃的也是行來的美食 嗆鍋蛋 嗆鍋蛋 嗆鍋蛋算是拿你的菜 它是荷包蛋 可是它上面要加點SOT 以眷村料理為名 台北的知名餐廳 海鎮私房菜 瓜哥一行人分別點了 土味炒五絲跟油雞 其中他點的嗆鍋蛋 百花牛筋 吃不到臭豆腐 更是餐廳的必吃餐點 這一次周恩發來台宣傳電影 結束工作後 在台北趴趴趴 不僅親民 所到之處更是話題 太大顆了吧 真的好好吃 它旁邊那個醬就是辣辣的 然後非常提味 開動 受不了太香了 是不是 你看 眷村味是不是很好吃 你看就是桌面上這些 好香喔 剛剛發哥都覺得眷會超讚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 好吃的眷村味 尤其是第一道 第一道聽說很厲害 對 發哥吃過 你也一定要吃過 我的…我超喜歡發哥 來…快點… 味道怎麼樣 感覺不到像… 感覺不像臭豆腐 好香喔 一點都不錯 因為這道菜它叫吃不到臭豆腐 其實臭豆腐有兩種 有一種是比較定格的 四角四角那是用炸的 另外一種是軟軟泡泡的 通常會用來燉 滷 燒 它這個就是用那一個去炒 然後再加上那個老油條 配料 水菜 很下飯 超下飯的耶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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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覺得怎麼樣 我剛剛吃到老油條 就覺得 這也太酷了 老油條可以這樣子弄 對啊… 然後搭上那個臭豆腐的那個 因為它有豆腐 然後豆腐比較軟 但它油條比較硬 所以它吃起來程式感 是非常夠的 對比 第二道 乾燒獅子頭 這是大菜嗎 獅子頭不是大菜嗎 這個獅子頭還滿厲害的耶 對啊 它這個獅子頭好… 好爛喔 超爛 太大顆了吧 它應該是它的獅子頭先煮好 它把它已經燒到入味燒到香了 外面的汁是打上去配著吃的 我把那個獅子頭一切開 整個香氣肉香全部跑出來 對 而且它的那個 肉的那個感覺很細 是 然後感覺入味 它這真的把它很入味 很入味 這個肉吃起來超綿的耶 對 刀工 真的 好厲害喔 對…其實獅頭它那個要好… 那個要綿真的是刀工要很好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好像在吃麻婆豆腐耶 真的好好吃喔 它旁邊那個醬啊 就是辣辣的 然後非常提味 然後加上豆腐 就是可能吃你整個肉 你會有點膩 吃久了會膩 可是加旁邊豆腐 就是酸酸辣辣的味道 可以幫我打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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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 這個呢 這間店叫鹿光小館 這個是它 滷味是他們家算是很招牌 就是食不相瞞 有時候我下班呢 我有空的話 我會去那邊切一盤滷菜 然後喝兩瓶啤酒 因為它滷菜真的很好吃 這個是炒滷味 它把它炒過了 我跟你講一定要試試看 好不好 因為它裡面有 你們自己來 是 來 等一下 因為滷味本身 它已經被滷到 燜到 泡到入味了 然後香氣也足了 然後你再經過炒的時候 它香氣是往上拉的 它滷味跟我們一般的滷味 除了豆干之外 它是不是還有雞蒸 這種比較特別的 有 它其實很多 而且它的香料不太一樣 對 它跟我們台式滷味不太一樣 它只有香氣那一種 不是那種鹹甜的那種醬油乳 它看起來很像客家小炒 可是吃起來完全不一樣口感 不是 可是一樣非常好吃 它有一個很強的香味 它是什麼 應該是花椒 是 不要再拍我日了 對…你拍下亮君好不好 亮君你都一直是沒有講話 沒有 我可以品嘗 而且我覺得它炒 它炒芹菜整個讓就是 滷味的那個味道更突顯出來 對 因為芹菜是 比較稍微清雄一點 對… 所以其實會把滷味的那個香味 跟炒過的那個味道 很開胃 更開胃 本來就是更提香 而且我很討厭芹菜的人 但是我覺得它知道 太多少的芹菜 就沒那個味兒 真的 就少一味兒不好吃了 真的… 它其實是 它本來是個上海菜 它其實是用醃肉或鹹肉 對 然後呢 它去慢慢去熬煮 對 然後呢 它去慢慢去熬煮 很難看 你的主要是 會不會到處 上海菜 這裡 就是 全部都是 有消息 我會說 你會不會到處 這次 就是 你會不會到處 我不會到處 你會不會到處 你會不會到處 那裡 你會不會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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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